好,這天氣很冬,看醫生的人也對著變質 除了一般的流行感冒以外 現在也有每個人都到這個新冠疫苗 一般是有過這禮拜這個疫情的壓到最關點 另外氣象是明天開始 各地的天氣會慢慢回溫 尤其是拜四到拜五 最關會來到25度 現在中南部真有可能來到30度 我們病都變得更多 要讓酒意的臉上加很多 尤其是流感、新冠病情 會病人病腺變得更多 以前百歲的人這次都中標 那第一次確診的呢 很少,那大概只有5%左右 根據這件事有過 本禮拜流感到新冠疫情都明顯痴犯 並且到最多方 尤其接下來二十幾天 民眾洛南酒吧 經常到頂吃飯 為了機會增加 會有民眾應該趕緊 出現流感到新冠疫苗 另外儘管閃流已經慢慢減流 不過對氣象數位關切資料 可以看到 地步液管風 在野馬有很多 冷空氣南下 加上南水氣到年 中部一白 中部天氣較冷冷 還可以有浮河 另外北部 雲南整天 只有14度左右 日後開始冷空氣 平衡減量 郭地再慢慢來回升 拜四日移密到 出入 氣力 外汶可以到25度 中南部可能到30度 推遍東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整體的氣氛煞 都是會有逐步回溫的趨勢 那甚至在禮拜四 禮拜五的時候 整個東南風的一個狀況算是相當的明顯 整體的高溫上各地都可以來到25度以上 不過氣氧水要提示 在今年只能要一波冷空氣南下 共多次數有才能夠冷氣團頂級 這關天氣變化大 民眾一定要多多注意 記者桑華報導